请你把这个地方点下去之后 它一定会有一个属性 如果属性不见的话呢 请你在 几个地方找 在工具列上面会有个属性视窗 点下去也会出现 或者是怎么样呢 你不小心关掉了 从检视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 所谓的属性视窗 或者按F4 都可以把它叫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你可以再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叫做Home好了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把它改成叫做Home Enter 这个时候呢 它的名称 有没有 就由User1 Fone UserFone1 改成 就是Home的名称出现的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会想说外观 名称改了之后 第二个呢 它上面的外观 我希望把它改成叫做 房贷计算四个字的话 那 在哪边修改 特别注意 属性里面呢 它会有个属性叫做 Caption 这个地方的话有个Caption 在属性里面有个Caption Caption呢 主要就制定它的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 左上角的 这一个 这个名称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Caption呢 把它改一下名称 叫做房贷计算 OK 那这边的话呢 名称把它改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显示出 我要的外观 外观 那由外到内好了 分别 把它一个一个放上去 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什么呢 再来我要放一些 上面的元件上 再放上去 我先切换到完成的画面 给各位看 那我们分别 各位可以先参考一下 你们那个书上的问题 11 问题11里面呢 也有这个画面 那你们可以参考这个画面呢 来做练习 那里面的话 分别要放什么呢 首先的话 这边有放五个label 然后呢 三个test box 加两个 这一个 这个 这两个也是 这个label 这两个也是label 然后呢 再五个label 再三 再两个这个 command button 那布局的时候呢 我习惯这样 先把它点开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分别呢 找到那个label 点它之后的话呢 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一个 对不对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因为